安倍晉三的成立 感觉台湾人和日本人 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接近 为继承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一致 推动深化台日关系 台湾跟日本友好人士 携手成立台湾安倍晉三之友会 很多台湾人就非常感念他真心爱台湾 他们在日本有一个理论会晉三之友会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安倍晉三之友会 在安倍首相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下 两边的这个感情 两边的互动能够再加强 成立大会上除了台日政坛人士外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也是做上宾 除了感谢安倍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外 也强调要联手对抗中国的威胁 我们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可是现在世界上很多人不太清楚 我们国民跟大陆国民太接近了 中共攻打我们就是赤裸裸的侵略的行为 所以我们有必要证明 曹新成喊话推动证明制限 国号淡化中华突出台湾 而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也受邀出席 他感念安倍对台湾捐赠疫苗 总共捐了420万剂 对我们在抗疫上面的帮助非常的大 然后在最后时候他又讲出说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用很简单的话语来彰显台湾在战略地位上的一个重要性 陈时中逐桌之异 受到热烈欢迎人气相当高 安倍晋三支友会成立后 台日交流互动势必更加紧密 三天新闻理智荡游博SNS小组台北报道